男孩举起手中的铁锤 愤怒地朝着大山的方向扔去 顿时天空电闪了一米 男孩愣住了 铁锤竟被自己扔出几十公里远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来到学校操场上 拿出西买的铁锤 就这么随手一扔 铁锤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玛格纳惊呆了 他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之后他开始迈的步伐丈量距离 足足走了十分钟才找到铁锤 这次铁锤被他扔出了641米 世界纪录也不过才86米 这简直就是黄金右手 第二天 警方通报了蓝梅的死亡原因 是因为当天正好是雷雨天 蓝梅在乘坐滑翔伞时 无幸被闪电击中 从而发生意外 但玛格纳不认可这一理由 因为蓝梅可是滑翔伞高手 他绝不会在雷雨天打开滑翔伞 李景敷衍的态度 让玛格纳对蓝梅的死产生了怀疑 而这都被一边的校长看在眼里 当晚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公威达 威达手中正把挽着 玛格纳扔出去的那把铁锤 当得知玛格纳对蓝梅的死产生怀疑时 威达当即就承认是他杀了蓝梅 因为蓝梅发现了仓库里的秘密 不得也而杀了他 威达认为玛格纳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所以才会扔出铁锤报复他 虽然他的逻辑里真像十万八千 但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玛格纳的调查 线索都指向了鱼土公司 这天 玛格纳来到蓝梅家里找些现金 但蓝梅的附近却认为 蓝梅的死只是个意外 这让玛格纳非常气愤 气冲冲的就要离开 看到挡屋的汽车 一怒之下将他推开 附近看到后认为他有了自保的人物 把玛格纳叫回去再聊一聊 原来蓝梅是个环保卫士 一直在暗中调查 鱼土公司倾泻有毒污水的证据 虽然大人们都知道真心 但他们敢怒不敢认 因为小镇90%的经济命脉 都被于土公司掌控 如果公司出事 那么小镇上的人都会失忆 而蓝梅却想把调查结果公布于土 马格纳这才意识到 蓝梅的死肯定和于土公司有关 第二天 当马格纳参加完蓝梅的葬 回到家时 发现屋里一片狼藉 这显然是招了责任 而唯一没有参加葬礼的流浪汉最有嫌疑 于是在马格纳温柔的问候下 流浪汉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看到一辆车停在他家门口 而车上有一条凶猛的大狗 马格纳立马想到了维达 而维达这边也对马格纳心生歹意 他开始跟踪马格纳 想找机会弄死他 就在马格纳要过马路时 突然一辆车冲出来 把他给撞飞出去 这突如而来的惊喜 让维达悄然离去 但马格纳能这么容易领和范马